每天都有事情做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这边工作很开心 同事跟主管都做得很好 我们一开始会比较着重在 他跟客人的对话方面的训练 刚开始也会跟新入基金会的老师 密切的联系 同时也是希望可以让家庭成长 但是也不要伤害到他自己的内心的心灵 第一个是工作职务上的一个学习 再来是人际互动的一个部分的适应 刚来的时候有自身的人带我们做 叫我补茶包 看咖啡豆哪里有 少了就去补 补卫生纸 怎么补 还要插桌子 然后我就做了三天我就上手 主室再设计因为 我们会依照每个服务对象不同的需求 包含雇主的一个需求 去做一些协助 有些客人都对我很好 就每天都会来 他说我服务得很热心 我回来上班他说 你怎么消息那么多天 我说主管排的 只要走到餐厅 他就会跟你说 Peggy今天26 就是他早上已经推了26台回收车 等于相对来讲说 他就是在跟你报说 今天餐厅业绩怎么样 就有被客人骂过 跟他说不好意思 其实我去收你的托盘 然后说你不要动我的东西 然后就说不好意思 我去做别的事情 就很难过 对 然后就跟同事说我去洗把脸 那就好 他说不要这样 不要理他 我们的服务叫支持性就业服务 初期在服务对象他进来职场 工作能力的技能加强 或者是人际适应 或者是环境 希望透过这个服务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对象 在短时间内可以更快地适应这个工作环境跟工作内容 希望可以坐久一点再升阵子 先坐下去再说 他真的很认为这本工作 假日是我们餐厅最忙的 一般的员工都其实不想上假日班 但家庭就会说 我希望今天可以推到150台 这样子老板就会很开心 你觉得大家对好不好 他说走语沟通的部分 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是比较不方便 可是大家都还蛮有耐劲的 跟他用笔谈跟做机打事 柯林集团下面 其实我们有眼科跟耳科的产品 所以我们会跟听选的伙伴会比较多的互动 企业的精神也是希望说能够回馈于社会 给到印象的朋友 因为他们的那个工作是比较需要很酸素的 所以他其实上班之间 他要控制那个工作的量 所以就是比较少在跟同事有聊天 幸尔大哥他其实做出来的产品的质量 其实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过去的经验 也可以帮助我们 制作的一些失败的过程当中 取得更好的一些方法 然后能够去跟新人分享 金额大哥这样子的伙伴 对外顾客端或是对主事端 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价值 他做决题心的东西是很好的 然后就是让他的技术就越来越好 虽然他听不到没有关系 可是他可以透过跟同事比较能力 然后可以教他 三体练义的部分 他就看他们做 然后他觉得很喜欢 他做他学就是学决认这些型的东西 像恩娃还有仿山运二塞那些的 他觉得在学到这些型的东西 是以前没有去过的 然后他就说觉得很棒 然后自己有成长有成就感 我们也是希望他们在工作上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而不是只是做一个非常很很命的工作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适合他们的岗位中 是不会影响到他的工作的内容的话 也可以有很好的卓越的表现 我们其实都会愿意为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些就业机会 我是到就业辅导中心 跟他说我想要什么性质的工作 就是帮我安排因缘机会一下 然后就来到这个大环境 当初是这个窗口 秋彩统合服务窗口 主动来联系我们台区 这个窗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高竹人他们就是帮很大忙 就是他们会主动先看过履历 凯翔还有另外一位员工进来之后呢 高竹人也会来访查 我现在工作的内容 气瓶的清洗 气袋的侧露清洗 三个月至半年有温度计的矫正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可能会有瓶子刷不干净 污染啊 或者是气袋破掉啊 他们都会教我最短的时间 做最快速的效应 同事监护箱的帮忙之下 他的动作市场已经越来越快了 他也可以胜任我们交代的一些事情 主管都对我很好 我们喜欢台区这份工作环境 同事们也都很好 跟他聊天都还会聊游戏之类的 实验室目前有正在做一些装修 可是没想到 凯翔就居然自己上网去搜寻 一些简单的一些工法 让实验室的装修 可以变得更完美更顺利 我觉得这部分是很超乎我的运气以外的 继续念那个研究所 因为我想说 大学学历好像大同小 好像没什么用处 没有到达研究所的话 只有大学学历真的很难找 他们其实比一般的人更重视 可以获得这份工作 或是更愿意去付出他们的心力 让我们这个企业可以去尽一份心力 去回馈社会 去照顾到身心障碍人士 一方面可以协助到社会 去解决这个就业问题